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现成安全的对立 这一节课我们将来实现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这个Task 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呢 是承载着用户想要处理的这些逻辑的 因此呢 它主要是保存用户书写的任务的处理逻辑 那么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呢 我们后面是要把它放进现成安全的这个任务对立 然后由现成词去取这个任务去执行的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实现基本的任务对象 在这里面我们思考一下 实现这个任务对象 我们需要哪一些工作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定义这些任务的基本的参数 其次呢 我们需要为这个任务生成一个唯一的标记 在这里面我们借助这个UUID来实现一个唯一的标记 其次呢 我们还是要存放这个任务的具体的执行的逻辑 好的 了解了这个实现基本任务对象 所需要做的工作之后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来到派向派定义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把它命名为Task 表示它是一个这个任务的文件 我们先把这个编码给拷备过来 定义一个类 claskTask 那么这个Task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的购转函数里面 需要有以下的信息 首先呢 是这个Task的唯一ID self.id等于 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UUID的标准库给引进来 这个UUID呢 是一个Python的标准库 在其他语言呢 也能找到这个UUID UUID.UUID4 然后呢 我们还实现这个字符串方法 那么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就返回ID 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ID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保存这个任务的逻辑 也就是我们用户需要定义的这个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传递一个函数的引用进来 这里面我们命名为这个Funk 那么这个函数呢 可能有一些处理的参数 这里面我们就把它 命名为ARGS 以及KWARGS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任务的这个实际所执行的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传递进来的函数参数 还有就是这个任务的一些参数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能是同学不太了解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进行一个备注 首先呢 这个callable呢 就是任务的具体逻辑 通过函数引用 传递 这个callable呢 是这个任务的具体逻辑 通过函数引用 传递进来 也就是说 如果用户 需要执行某一个任务的话 那么他可以先 实现一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函数的引用 传递到这个task里面来 使得这个task呢 可以根据这个函数 来执行具体的逻辑 那么下面的这两个呢 是这个任务具体逻辑 可能涉及的一些参数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把它保存下来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基本的这个任务对象 基本 基本任务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 演示一下这个task应该怎么使用 怎么使用呢 我们首先 另一个task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有一个函数的参数 是需要引进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 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具体逻辑 就是打印一些信息 这是一个任务的测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函数 通过这个引用 给传递进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函数引用 给传递给这个task呢 后面我们把这个task 提交给线程词的时候 线程词呢 就可以执行 函数的具体的逻辑 那么这一个 是通过函数引用 来传递到这个task里面去的 这个技术呢 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 同学们在这里面 也可以大概的 先了解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因为呢 这个线程词还没有实现 现在呢 我们这不演示 这个task的运行 后面等我们 把这个线程词 给实现之后呢 我们再演示 这个task的执行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任务 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执行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返回这个task ID 那么这一个呢 是这个唯一的ID UID 这一个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 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在这里面 非常重要的是 任务的具体逻辑 这里面是通过这个 函数引用 给传递进来的 除此以外 还有这些 函数 他所执行的时候 可能需要的一些参数 以及这个task的唯一ID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 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我们后面呢 还会使用 基本的任务对象 来实现 更加复杂的 一部的任务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基本的任务对象呢 它是存储任务的 处理逻辑的 好的 那理解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这节课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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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了